高铁经过长沙农村的时候,被窗外的景线所震撼到了 这个画面在别的省份很难看到啊 Hello大家好,我是阿球,我现在高铁上 现在高铁已经来到长沙的农村了 这个视频就带大家透过高铁的窗户看一下长沙农村的发展情况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地图上的位置 看到没有 现在高铁已经来到长沙的农村正头正附近了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高铁窗外长沙农村的情况 对于湖南长沙,大家应该再熟悉不过了 它除了是湖南省的省会,它也是一座网红城市 看到窗外的景象没有,真是旺旺没想到啊 长沙的农村如今居然发展的这么好 可以看到每家每户都住上了两三层的别墅 说真的我去过全国这么多省,也见过了不少的农村 长沙这样的农村现状,可以说是吊打全国90%的农村了 除了这些别墅建设的很漂亮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长沙农村的环境也是挺不错的 山清水秀 现在的长沙不仅农村发展的不错 连市区的建设也是喜欢的现代化 我相信大家对长沙这几年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如今的长沙是新一线城市了 在2022年的GDP为1.4万亿元 比上一年增长了4.5个百分比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长沙的经济潜力巨大,后进席足 而且长沙也是一座幸福港很高的城市 虽然长沙的GDP破万亿元了 但是长沙市区的房价 均价也仅仅仅有一两万亿平方而已 就问你幸不幸福 在省会城市的房价只要一两万而已 这样的房价放眼全国众多省会的城市 可以说是找不到第二座了 我们都知道当今社会最大的压力就来源于房子 很多城市的房价动辄几万,甚至十几万亿平方 如果买了这样的房就意味着 仅为房子奋斗终生 当时很多人奋斗了一辈子 都未必能买到一套房 就问你羡慕不羡慕长沙的房价 好了我就废话不多说了 让我们一起来尽情的欣赏长沙美丽的农村风光吧 好了大家看完长沙农村的建设情况之后有何感受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加关注 你的基础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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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